大家好,我是索菲亚,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一直有看我的视频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植物了吧 它们是我在今年的五月份种植的草绝民 它们是我当时在将近二十年的时候 在一间中药铺买回来的绝民籽 用来冲水,治眼睛的 就一直没有用完它,然后我就放了一个瓶子里 后来我就想这个也是个种子 能不能把它自己种出来 种成植物,然后自己采收这个绝民籽 所以我就把它种到了地里 发出来了四棵 因为种植的比较晚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花包已经出来了 这个花呢,还没有开放 我们这地方呢,是六区 天气呢,就比较寒冷 它们呢,就长得比较慢 现在呢,只是有花包 又希望呢,这个天气呢,不会那么快冷 今年这个温度 今年这个温度 气温呢,变化非常的反常 有几天呢,非常的热 有几天呢,又突然间又降温了 今天呢,这个温度呢,非常的低 所以我去地里头呢,看一下 我去地里头呢,看一下 它们呢,都给冻伤了 花包呢,都冻的变黑了 而且干扁了下来 看来今年的这个绝民籽呢,是结不成了 因为绝民籽,它是生长在比较温暖的地方 在寒冷的地区呢,可能是有点难度的 明年呢,我要再试一下 提早呢,把这个绝民籽呢,给它泡水 让它早一些发芽 然后在家里头呢,让它长 长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再把它种到地里 希望呢,这样子呢,可以呢 让它结出绝民籽 到时候呢,我会呢 拍成视频,再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就请关注 点赞,并欢迎转发